另外一个优美的景色是在农潭湖 郊西农潭社区为了美化农潭湖的周边环境 曾邀请国外志工将台树厂房老旧的围墙来进行彩绘 要呈现不同的国家风情 社区还特别用志工的照片制作专属的磁砖 将要贴在各个主题上面 另外未来也将持续进行其他围墙的彩绘 要营造一个缤纷色彩的美丽风情 郊西农潭湖风景区旁的台画场高耸围墙老旧暗城 社区在去年争取经费 配合国外青年志工来访 进行部分围墙的彩绘工作 展现志工国家不同的民俗风情及意涵 美化农潭湖周边景观 社区还特别用志工们的照片 制作成专属的彩色磁砖 要贴上各个国家的主题上 还会加上文字叙述 成为一处故事围墙 就他们心目中来到梁潭这个所在 对梁潭的感觉 还是对梁潭的感觉 来把它围在墙面上 所以在墙面上 这个墙面上展现了不同的画风 是随着每个国家的不同 都这样点现出来 一方面社区也有 就要把这个壁塑造一个 它是说故事的墙壁 所以在第一期制作的时候 我们有做把作者盖上的墙面 制作成磁砖 我们在当时更好听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盖上墙面 连带这一面墙 它彩绘的故事 要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要把它标示在墙面上 社区还表示台华厂的围墙 总共有190面 社区将持续争取经费 逐年逐段进行彩绘 赋予老旧围墙新生命 也为龙潭湖增添更多的缤纷色彩 这个围墙总共有190人 虽然台华公司也很好 都同意配合社区来操纵 但是社区要以经费 和这个价位的原因 可能逐年慢慢来实施 希望以后龙潭湖增 会有很多190的故事 不一样的故事 在这里来对游客来叙述 龙潭湖风景区近年来 观光蓬勃发展 社区的巧思 加上政府部门修器设施的新建 逐步提升龙潭湖的观光魅力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